本节目由生鲜石材科技与中华文物艺术拍卖协会共同企划制作 欢迎收听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尤文梅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以拍卖官亲身经历的故事来贯穿整个节目的内容 落垂的那一刻 成交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红楼梦》大家应该都看过或者是听过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外面的工作同仁年轻的美少女一直点头 虽然她是古代的一个经典 但我相信年轻的妹妹也都是很向往《红楼梦》这中间的爱情故事 但是我们比较向往的是她富裕的生活 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红楼梦》她第40回的时候 主要都是在讲说贾探春出嫁 贾探春是谁呢 贾探春就是荣国府《红楼梦》主要的场景 荣国府这个恶老婆赵姨娘她所生的女儿 那这个贾探春她后来被封为信源公主 用这个公主的名号呢嫁到藩邦去和亲了 然后她嫁到藩邦去和亲的时候呢 公主的嫁妆是什么呢 公主的嫁妆她没有带银子 因为要到藩邦去吧 这么远 她带的是笔墨 那这个贾探春呢 其实她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姑娘 她非常精通书法 她的文采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她带着笔墨嫁出去呢 她也是要让她未来的丈夫啊 也能够知道说 我是非常有文采的啊 你要好好的善待我 重视我 所以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呢 就来讲文房四宝 里面的纸跟笔 那文房四宝 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找谁来谈这个主题呢 最佳的人选 还是充满书卷器 中华文物保护协会的理事长 黄东雍理事长 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文房四宝 那我们今天要先谈纸跟笔啊 来东雍跟我们大家问候一下好吗 嗨大家好 我是中华文物保护协会的理事长 黄东雍 这个东雍兄啊 其实非常长期了啊 就是在我们的文物圈啊 是非常知名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而且呢 他在过去中华文物协会担任秘书长期间呢 其实也办理了蛮多啊 跟中国文房四宝用品展 相关的一些活动啊 那东雍分享一下 当时你办这些展啊 起心动念是什么 然后中间筹备的过程啊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文梅 我刚刚听到你在提红楼梦的故事 对你又有想法了 我稍微简单插话一下啊 现在的文献资料里面啊 可以很清楚看到 事实上曹雪芹他写红楼梦 是他自己亲眼所见的 他是在写他家的故事 是 他父亲曹炎是康熙时候里面 事实上现在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他事实上就是康熙安排在江南里面的眼线 专门给他打小报告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 所以给他一个肥缺就是江南之兆 所以家里面是非常非常富有的 只是后来康熙驾崩了以后 这个雍正上来 雍正可能不知道他老子里面这样的一个作用 又看到曹家当时里面有些作为 事实上是有的超过了一点 对反而把他抄家了 对 所以曹雪芹后来就变得 就就就很很落寞 是 这是插话 重点是你刚刚提到说 文房展 提到这个里面 我在民国94年 真的是办过文房真万的展览 当时是我担任中华文物学会第二任的秘书长 当时的理事长是 何创始说法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 何光庆先生 是 那副理事长就是我们双清文教基金会的 红三雄先生 是 大家都知道他的宴台杂项 说得都非常厉害 那当时里面据说了 文建会 当时的文建会主委是陈其南先生 是 他编了一笔预算 后来就选中了 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 传艺中心 对 常办文房真万的这个展览 那其中很多当然就是他们 传统艺术中心里面 他们自己的典藏 但后来大概是发现说 这个值跟量都还不是很够 对 就来找我们中华文物学会合作 是 那你想我们有红三雄先生 还有其他人 我们里面 学会里面很多大收藏家 所以说你说的这个文房真万里面的笔墨指宴 这个就相当的丰富了 其实所谓的文房真万 除了笔墨指宴以外 还要包括文具 就是跟他相关 我们一次讲不了那么多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慢慢来 是是是 像鼻筒啊 墨床啊 这些都是在相关里面 对 他都通通是里面的相关 对对 那当时办这个展览里面 这个我记得我们的前理事长 对 蔡一鸣先生 也就是千万的创卫会长 他还特地把他一套 送带的送画里面的一套策页 把他里面没有画完的几张的余纸 把他拆下来 借给我们展 是 这个是大家国际上公认 绝对百分之一百的送纸 因为他这是他一套送带策页里面的纸 拆下来 是 我们这次展览 笔跟纸 纸里面连送带的纸都有 好 那我们先谈笔好了 是 可不可以请东庸来谈一谈笔的历史 笔有什么样的典故 还是历史 说实在的笔 我们所知道的 好像都是什么秦国大家军蒙田发明笔 有没有点 可以让我们分享一下 你提到这个重点 就简单的叙述一下 我们时间也非常有限 事实上 中国在商桌时代的时候 在当时使用的文字是甲骨文 我们现在发现 所谓的甲骨文是 先写再刻 先写再刻 当时是用朱砂 当时不是用末 用朱砂 他先写在这个甲骨 或是这个硅板的上面 然后再用刀子里面来刻 所以你想他先写再刻 所以合理推测就应该有笔 有笔 上桌一直到了秦代 你刚刚提到的蒙田将军 他应该是重要的改革者之一 把这个笔 他就是以前里面用的笔 里面他把它改良的更好 对 所以后来就复毁就说笔是他发明的 事实上在他之前里面就已经有了 只是他是改良者 对 不是发明者 那么我们从几个论据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早期的笔肯定是很简单的制作了 但是我们在现在的出土报告资料里面 可以看得到是湖南的长沙佐家 公山的战果储墓里面 就已经出土了一只很完整的主感的毛笔 然后另外在湖北云梦穗湖地的秦墓里面 也出土了三只主管的毛笔 对 所以这个都是很明确的出土里面的资料 其实笔里面看起来跟我们现在的毛笔 就已经很接近了 是 然后这个像在秦代 还有汉代的汉墓里面 都已经有出土有的修漆 就是我们讲这个漆字里面 笔管里面的毛笔 然后笔管里面毛笔里面很有趣 它还有作者 里面像这个石虎咒白马咒 到了魏晋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琉璃跟象牙 这样的材质里面做的毛笔 就是笔管 它是琉璃或是象牙 那我们现在日本的正常院 还收藏有我们唐代的毛笔 唐代的毛笔 毛应该都没有了吧 只剩笔管 是是是是 它就是这个这个还乡的象牙 乡象象牙 对 那我们从史记上可以看得到像唐代的城市了 宋代的诸葛笔 这个就已经都是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 不过在当时应该是用黄鼠狼 或是这个兔豪做出来的这个笔毛 所以一般它的笔性比较硬挺 这里我们稍微科普一下给我们的听众 其实智笔叶它有一句行话 它说笔之所贵在于豪 所以刚刚东庸有提到说什么豪 是早期里面都是狼豪 像黄熙之最有名的 它用的叫鼠须笔 就是老鼠的胡须 是是是是 真的狼豪 狼就是黄鼠狼 不是野狼 是是黄鼠了有一种叫狼豪 那另外还有叫羊豪 对不对 是这个我后面就要提到 羊豪这个软豪里面它出现是在南宋 就在南宋的胡桌里面 它就开始制作这个白山羊豪里面的 这个毛笔就是我们讲这个羊豪就出现了 然后你到了明清啊 它最重要是在笔的这个笔馆 因为你这个狼豪羊豪肩豪可能都开始有了 但是就是在笔馆上下功夫 而且这个谁大字的绑书的这个夺笔 在明清的时候也出现了 除了宫廷里面的用笔里面用了 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是用的很重要的 这些很难得的材质以外 也出现了这个玉制 和田玉里面做的笔馆 然后也有香宝石的 然后甚至这个景德镇的官邀里面 开始烧造这个池制的笔馆 海家财 也有戴妹 戴妹里面的这个就海龟 她做的这个笔馆 所以历代里面下来 你在最后里面 尤其是宫廷她的用笔 她肯定要在笔馆方面里面下工作 所以呢 其实最后大家都在笔什么呢 笔那个笔馆 是不是她的珍贵 或者是她的稀有性 她的工艺怎么样 然后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种笔啊 我们平常民间啊 现在当代啊 我们平常民间都有听说正在做 就是苔毛笔 我想你有阿孙啊 那时候有做苔毛笔吗 我们倒没有那么 典型里面的这种崇拜了 所以这个没有没有 我想就是我们谈一谈 比较有艺术性 我们也谈谈现在当代 苔毛笔 如果说有小孩的话 有一些小孩子呢 就是可能在出生后24天啊 或者是30天满月的时候 就会去把她的毛发剔下来啊 把它做成胎毛笔啊 其实我后来也有去了解一下 哎 其实做毛笔的这个过程真的很复杂 总共听说要128道的工序 因为一根一根的毛 你要把它集结起来 对不对 还要再把它顺一顺 我不晓得这个 你有了解过 文明你谈到这个 做毛笔的这个过程 我要多话两句 我相信你是行家 这个胎毛笔我倒是不清楚了 但是近十年来 很多人都知道 我非常用功在诸法跟绘画 对 所以用笔啊 在笔方面里面 我是下过苦工 来来来 甚至我自己半更如书 我自己都在自笔 你自己在自笔 我就找人自笔 不是我自己做 所以我书店里面 是由我半更如书 五个字里面的毛笔 我做了两种 一种是谁小凯书利用 一种是稍大一点的 那为什么要这么费心呢 其实早期我到这个毛笔店 我发现这个好的 适合我用的 我记得有一种笔啊 上海那边制造的 前前后后 包括我自己买的 我介绍朋友去买的 肯定超过千只啊 那你有这么大用量 尤其我们刚刚提到像狼豪 这个你因为最主要是 它的笔封里面 它有弹性 这个狼豪一般 我们都用来写贴派 就是二王系统里面的贴派 这个笔里面 你大概用个没有多久的时间 它那个笔封 它只要消掉了 那就没有 所以为什么古代 唐代的槐树里面 它有那个笔种呢 就是说你那个笔封 已经被杀掉了 这个笔事实上是 不适合再来写 就是说他自己要创造 自己要写出很漂亮的 这些贴派的字 说他的那个弹性 已经达不到了 那这个笔 就只好攻城身退了 那文人嘛 有点感伤 我就挖个洞 就给你做个笔种 就把它埋起来 是 刚刚有提到 黄理事长有提到笔种 那个种是什么呢 就是坟墓的意思 这个笔把它做一个坟墓 把它埋葬起来 其实不仅仅是古人 听说张大千 他在巴西 或者是在美国 他都会 就是立那个笔种 因为他用过的笔 也非常非常多 然后他也很珍惜 这些笔 对不对 所以他就把这些笔 他就是一样 就是做一个笔种 然后把它立一杯 那偶尔呢 他也会去看一下它 感觉好像有点 黛玉葬花这种感觉 就是怀念一下 感伤一下这样子 这个我插画一下 大千里面他的笔 我们到现在里面 最有名的 就一个叫 这个义坛组门 据说是用那个牛 牛耳朵里面的毛 对对 你想要多少毛 他才能够 集合起来 里面去做那个笔 义坛组门 我在那个屠才领导师家 还见到过一次 你还见到过一次 听说那时候也是 张大千在 那时候他住在巴西的时候 他有托人 在南美洲的牧场 从五千头牛 南美洲的牛的耳 多里面的毛 总共五千头牛 耳朵里面的毛 差不多有一磅 然后呢 他就特别请 日本东京 神田玉川堂的笔店 然后帮他做了 八支的毛笔 那这八支毛笔 他送给谁呢 两支呢 他送给了毕卡索 另外两支呢 他送给了梁寒超 也是一位这个书画大师 因为呢 那时候梁寒超 并没有真正拿到这个笔 后来张大千就把笔呢 拿到梁寒超 因为那时候梁寒超 已经过世了 拿到他的墓钱呢 去把这个笔 把它焚烧 那另外两支呢 就送给了谢志流 所以我们就呼应一下 我们黄理事长刚刚讲的 牛耳朵的这个毛 也是这个毛笔的这个来源 我是确实亲眼见过一次 亲眼见过 好 那可不可以聊一聊 就是我们笔的拍卖市场 有哪一些收藏的趋势啊 或者是比较高的拍卖记录呢 拍卖笔啊 目前啊 拍卖的第一名啊 非常可能是2010年 北京古天一的拍卖 有一件这个明代象牙 拓雕葡萄松鼠文笔 他当时的成交价是 3024000人民币 也就是300多万人民币 那一场我在场 你在 对 因为他当时北京 他拍卖这一个是一场 全部都是象牙 雕刻里面的专场 就是由象牙 然后来雕 看是要雕什么 这样子 据说常见是我们台湾人啊 是 那因为那一次里面拍完以后 大家都晓得 后来不是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所以象牙就不能拍了 到隔年里面 这个象牙跟这个西角就不能拍了 所以那一场非常的轰动 是 对那其中里面拍卖最高价应该是这一支 是 然后第二名非常可能是2006年北京中国加德 他拍卖的一支名万利 足科花鸟纹的毛笔 那这个事实上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 有兴趣的人你上Google 去查一下 还是可以查一查 应该都是有资料 可以查 是 OK 那如果我们要收藏笔的话 我们怎么样判定这个笔是有它的收藏价值吗 到底要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样的诀窍 我们可以分享 这个就是还是老问题 是 我们知道缩藏古董文物 最重要的四字真言 四字真言 对对对对 仔细听来 从当时我刚刚提到里面这个 九零年代里面上故宫老师的课 他们就一直教我们到现在 OK 四个字 四个字 真 精 心 心 真就是东西一定要真 一定要倒带 精就是一定要它 红类品里面的最精品 心就是说它的保存 要完整如新 就是要非常完整 那锡就是它的锡有性 你想这个东西只有一件 那它该是多少钱 大家去核算核算 说的也是 那我们比谈谈了一个段落了 我们来谈谈纸好了 我们知道这个纸发展的历程 之前其实有听过什么羊皮纸 其实羊皮纸不是纸 对不对 不过因为它也是很早期 就是方便我们古代人做一些书写 你是在看金庸的小说 钱坤大脑椅吗 是啊 我就觉得说什么羊皮纸 我就觉得在读武侠小说 或者是读以前的一些故事的时候 常常看到什么羊皮纸 是 等等 但羊皮纸并不是真正的纸 我们真正的这个纸 是我们所知道的以前念书 也就是说东汉的菜伦造纸 相传是东汉的菜伦他发明了 那如果以我们现在比较科学的方式 应该是菜伦他改良过 也是改良 因为这个一件东西的发明 肯定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不会是某一个人发明的 因为到了东汉才开始有纸 所以这个以前有一句成语叫洛阳纸柜 对 那事实上就是纸 因为当时的纸刚发明 所以你想这个纸在当时应该有多贵 这个成语事实上是从那边这样过来 那因为早期纸很少 所以说它的重要性可能就要比这个绢 薄 布就要来得更高 那在纸没发明之前 那当然如你所讲 那以前画画怎么画 那肯定就是画在布 画在薄 画在绢 甚至你刚刚讲的羊皮上面 这个肯定是这样 那纸是到了原名以后才开始普及的 所以你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云代士大家 他很多的重要作品 大概几乎就都是这个纸本 就是用纸里面来画画 听说蔡伦他当时在创新 现在不能讲发明 就是说他在创新这个纸的时候 它的材料是什么烂鱼网 或者是布 或是一些植物的纤维 他们把它混一混 然后就有一些纸的新的发明 那我们知道纸 我们常常都是讲说宣纸宣纸 那个宣就是宣传的宣 宣纸 那宣纸在古代不管是书画 在书写上面常常都会表现在宣纸上面 宣纸是不是特别有名 以我们现在来考据 所谓的宣纸 非常可能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在水唐的时候 说四川已经有这个所谓的玉板 或是这个精血纸 这是淑纸 当时有一种最有名的叫薛涛 尖 这个也是产在成都 你像唐代的诗人李赫 李桑颖 在他们的诗文里面对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像这个薛涛圈 里面他都有赞美之词 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那可能唐的时代里面就已经有宣纸了 那你一直改良到后来里面 因为这个纸它好用 所以后来就变成中国纸的一个代名词 所以人家讲说宣纸宣纸 其实是一个统称 是是是 那个南唐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诚心唐纸 你应该听过 是是是 所以这个当时里面就是说 一直在改字 一直在改字 对就是人类的发明 就是为了便利我们使用 他一定就是要做到说 这个很适合一般书画家里面他们来用 像北宋辉州里面 还有这个金树间长精子 那所有里面到明清里面的制止 那更是高档 所有里面他宫廷的用值 那像清代的宫廷里面 他应该是现在制止里的最高水平 他里面你看这个所谓的苗文 粉辣加工 梅花玉板 这个你应该都听过这些名词 这些都是重要的 花样真挺多的 接下来也要问一下 我们东勇兄 这个宣纸有分生的熟的 跟半生不熟的 好像跟牛肉跟鸡蛋 好像就是一样的 有一个不同的分法 什么叫生的宣纸 然后什么叫熟纸 然后什么叫半生不熟呢 你这个大概就真的问到行家了 是我就知道你是行家 因为近十年了 我在书画里面是很用心 所以开始了解 古代的纸 你像晋唐里面王兴之他们用的纸 几乎都是熟纸 熟纸 对 因为它当纸 所谓的生纸 一般是要到清代以后 才开始用 所以说明之前 你们用的纸 几乎都是熟纸 生跟熟怎么分呢 所谓的熟纸 就是它比较紧致 它比较不吸水 比较不吸水 那可以用来写很精致的小楷 什么工笔画 最主要画工笔画里面 他们也要用 所以你画工笔画 最主要是用绢 用绢 它的密制程度里面 那再来就是用手指 那这个到了清代 因为金石派它盛行 尤其是像吴昌硕 齐白石 他们要创造那个晕的那一个 晕染的感觉 对对对 水分里面晕的那感觉 所以他们才开始大量的用生纸 就很故意 你看那个晚明的王朵 富山 你看他们写字 那个墨团里面晕了一大块 对对对 古说的文人 书画家他就是玩嘛 对 尤其我们都知道 创新创新 那美的字 已经都给王羲之 赵孟虎 他们已经都写过千万遍了 他再怎么拼 恐怕也很难拼得过他 所以他就开始里面 玩花样 这个我要让他掌握 掌握到什么程度 那看起来这个东西各方面里面 你后来到的清代的金石派 他更是要玩这些花样 这就是所谓的生纸跟锁纸 甚至我们讲画公笔画 我是年过半百 我才开始学画公笔画 所以有人笑我说 你今年六十岁还在画公笔画 不过画的挺好的 谢谢 但是后来我跟这个 我的意识意有的 陈永某有某老师 还有北一大的吴季涛季涛老师 我们都正在研发一种 用生纸画公笔画 哇那挺厉害的 那功夫也要好 这个洛比 因为生纸就是 他比较容易吸墨 你一笔下去 他墨很快就会晕染 事实上后来我发现 其实在民国的任柏年 他就已经有用这个生纸里面 他尝试去画公笔画了 但只是说这个技术 有没有比他更高的 我还在看 我还在查 但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发明的 事实上民国时期的任柏年 就已经用了很多了 但是这个古法 我们就是一直在尝试说 你用这个生纸 它会晕 会吸水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控制它的程度 我记得我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夏季拍卖会 曾经拍过张大千 他所创作的 《波仔翠小瑞矮》的一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呢 五千万落垂 那其实我特别要讲的是说 他这个作品呢 是由大风堂定制的 仿宋罗文宣旨 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艺术家呢 为了他的创作 他其实都有他自己特殊的用纸 那东庸兄要不要聊一聊 艺术家他的用纸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你这个问题问得 我又问对人了 我知道 是 问得很棒 你看过你说你当时里面大千里面 他这个 因为是说他的特殊用纸 是 恐怕这一件作品很精彩 肯定精彩 所以可以拍到这个价钱 你知道吗 我见过大千的画 他的作品里面 他曾经落款时 过他那张纸是用明代工廷子画的 哇 把明代的纸都拿出来 大千他会在他的落款里面会提到 他用明代的 这个成军坊的古墨 岩墨画画 他用这个明代工廷的纸 他来画画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千 他一直都是很畅销的画家 对 而且对他而言 钱不是问题 所以他是最舍得用材料 最舍得用高价材料里面 来做书画里面的艺术家 是 那你刚刚提到说他用仿宋那个 螺纹纸 是 以我现在里面书画创作 这个仿宋螺纹纸 我觉得我们埔里的广星纸聊做就很好 是 好得不得了 你不管说你用来写字 用来画画 都是很棒 人家已经把他宋代里面的这个 螺纹纸里面的配方 人家已经研究到 做到这样子 我买了很多 有摩老师也买了很多 甚至我刚刚讲说我们就是用这个纸 来画这个共笔画 是 所以讲到这个我们也聊一下 纸有比较高的拍卖记录吗 纸的拍卖记录里面 我所投上的资料 大概是在2016年 上海的朵云轩 他曾经拍卖了一本 他号称是晋唐以来的古纸 就是说他最高他认为已经可以到晋唐 这个东西他也不是随便说说 他这个是民国时期里面一个大收行家 叫龚新招 龚新招 他的旧厂 当时的成交价是725万人民币 如果你以4.4来算 也两三千万台币 那我有一次的经验是 在香港有一个导演叫杨凡 我们都知道 他也是当时帮大千里面 这个经济的四个买办之一 是非常重要人 他有一次在香港拍卖的 就是有一堆 他旧厂的 你刚刚提到的大风堂 大风堂 用的旧纸 是 全部都拍得非常高的高价 据说是被大陆一个很年轻 画工笔的画家叫任重 全部都被他买走了 在1978年那时候 张大千决定回来台湾定居 其实他那时候 因为比较辛苦一点 没有什么好的纸可以用 所以那时候 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 那时候是江兆生 他就想说怎么样来帮张大千 解决这样子的困难 所以江兆生亲自去找日本 去找日本的人间国宝 来帮忙定做纸 那时候那个人间国宝 他是不随便帮人家做纸 他还特别派人来台湾打听 打听之下才知道说 哇委托人 江兆生竟然是故宫的副院长 那当然他很乐于 帮江兆生跟张大千 来做这样子很特别的纸 所以江兆生跟张大千 在后面就是印有大风堂 或是林欧馆的浮水印的 很多的名贵的纸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真的非常珍贵的纸 人家说贵如黄金 纸虽然说对我们来讲 好像是很轻盈 但是说实在的 在名贵的纸 尤其刚刚最早 你有提到陈兴堂的纸 对不对 陈就是陈青虎的陈 心脏的心 陈兴堂的纸 我们最后要不要来聊一聊 陈兴堂的纸 它到底是贵在哪里 那这个南唐的陈兴堂纸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货主 就李货主李玉 当时你们特别喜欢用这个纸 它事实上就如你所讲 它也是用薯皮来做原料 那做得特别好 这个李货主还特别建了一座 叫陈兴堂 陈兴堂 就是他这一个栽号 就叫陈兴堂 来特别来放这些纸 所以这个纸 我们都称之为陈兴堂纸 所以陈兴堂纸 就变成是很多重要的 在当时重要的艺术家 譬如像董元 这些重要的艺术家 他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陈兴堂 这么名贵的纸来创作 然后他也创作了很多 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 最后拍卖会 人生故事小领悟 是根笔在中华文化 具有久远的历史 诗、诗、书、画、历史典故 皆因有纸笔的记录 才能够光耀奇彩 我们用笔 一笔一画 所见即是天下 我们用纸 一尺一寸 所见便是人生 落垂的那一刻 陈兴堂的不仅是拍品 也是他们的故事 我是主持人拍卖官游文梅 我是中华文武保护协会的理事长黄东雍 邀请您继续锁定我的Podcast节目 拍卖场的人生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期待下一次与您空中相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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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